回三年两岸直航终于大增幅 恢复值个定期航点 另外开放13个航点保持申请 但对比疫情前曾经高峰达到71个航点 栏尾要蔡政府加加油 快为台商摸福利 有71个直航点反映的是两岸之间航空的需求 但是你现在10个直航点显然是不够的 来去评估量能需求 那么一步一步该开放的还是要开放 大陆早在上个月初就提议开放16个航点 拖了近一个月才得到蔡政府回应 两岸首颇是个航点 但陆克曾是境外旅客消费占比达1% 但是陆克禁团令再不解除 观光客进不来 蓝军说吃亏的永远是台湾百姓 已经释出善意了 我们刚才有回应 怎么回应呢 小三通全面开放 开放观光客 而且开放观光客是对他好吗 是对我们好啊 你赚人家的钱啊 富航大松榜落会主委邱泰三这么说 每年都会有春暖 那花要不要开 所以是要靠双方来共同的 这样这个挹注 两岸关系似乎出现曙光 但陆克团禁令不解 蓝军质疑又是绿营意识形态作祟 抗中保台这张牌 好像要嘛用不上 要嘛就转个方法用 那所以因此他就做了一些 看似放软的调整 抗中保台的那样的一个 所谓的想法 还是留在他的政策思考里面 当国际对大陆旅客 纷纷解除限制敞开大门 台湾再不跟上脚步 就怕以后拼经济复苏 沦尾空谈 这有黄明娟王志恒台北报导 要特谱一下喔 水神呢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 会变成什么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字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喔